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大貓 天罗电网 开咪 开咪又开股 开股呀 开什么股呀 你这么多问题放在网上 不是网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一些人在中国禁千年来 有哪些家族历久不衰 哪个王朝转动都要对他尊重的 第一个有人答的就是姓孔家 姓孔的答中 还有哪些呢 还有一个孔姓 即是姓氏家族 第二个就是姓张 姓张 有些根据他说给大家听 这些是通识来的 最近的时跡就是在1949年 蔣介石离开中国的时候 他指定要带两个人走 哪两个 一个就是孔德成 一个是张恩普 张恩博 张恩博就是张天思的后人 他就是他接掌那个 接掌那个 他道教是 张灵是张良的八代孙来的 张道灵 创这个五斗密道 他属于丹顶派 道家的丹顶派 就是教皇帝练丹 长生不老 所以他变成了张家 这个张氏的家族 这个皇帝 历代皇帝都倚仲他 一个皇帝都想长生不老 又做些大灵丹去吃 起不到快 又可以多飞银都搞定 所以每个朝代 所以每个朝代 他这个姓张 这一代人 每一个张天思家族 都有皇室的风险 亦都有皇室的每年的补贴 就算现在香港看到那些天主教主 教区的主教 佛教的教联会 或者那些佛教会的会长 香港六大宗教的那些头头 都在礼宾府的名冊里 都有名的 他们的机场可以用VIP访 就是代表对宗教的尊重 那孔教呢 要说回他由汉朝 八冲八家 独尊如食 独尊如食开始 但都还未红的 所以孔家就红了八百九十年 那个世为妄替 他由最红的孔家就由宋朝开始了 正式封他是衔姓公 每一个朝代都将这个衔姓公 就给他下一个接班人的掌门 那这个呢 有什么皇室大典 有什么官府 他各方面都要主持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孔姓和张姓是在中国很特别的 所以临到蒋介石来到台湾 都要带这两个人一起走 保护他们 就是孔德成 孔德成是孔令儿的儿子 孔令儿就是中国最后一个衔姓公 因为清朝之后就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风行 但他现在都是孔家第几代 现在都找回孔家的人 是的 他接替他那个尊贵的地位 他那个道教的一个传承 一直没有断到 每一个朝代都尊敬 就算现在中国那个道教会长 他一定是那些政协的常委委员 所以是这两个大声 八百九十年 孔家 张家 张家更长一点 张家由他汉朝 他是张良的第八代孙来的 张道令 所以这些是比较通识的 大家都不可不知 再说这些奖顾 最后呢 就因为有人问我 郭先生你说权龙皇帝这么好福气 有什么好啊 他留下一个烂贪子 给家庆 自己生前就很奢极 很奢架子 很奢架子 但他不会说没有留下钱给家庆 那些人就没有说到一个事实 他留下一个和身给家庆的嘛 难道皇帝他贪污 也败了钱吗 所以你半君如半虎 他知道和身贪污 为什么不理呢 你走不动 就让你先霸住 到时是皇帝交代家庆 杀和身的嘛 一上场 你不用担心没钱 一上场就要借这个人 很多钱了 知道吗 所以他的帝王术是很差利害的 你想想大家看雍正王朝 康熙可以整定了十三王爷 扣起他 在忠仁府邮金 留给他用 留给雍正放他感恩的嘛 所以玩死人的中国的政治 那时候毛泽东也是看帝王术的 但是说起权龙呢 他是败家过康熙的 因为康熙 他学康熙六次下江南 但是康熙六下江南是看水利工程的 纯粹是看民间贼虎的 但是权龙皇帝那时候他一个有钱 康熙是很大获的 我们根据那些史迹资料说 是留了四十多万两 在国府 由翁正崖崖崖崖了十三年 崖了百千多萬兩交給權隆 變成他有幾次去江南 他是去玩的 去玩的 但他有一點點事跡 就是說 那些人就說他是權隆皇帝 你看那個舒建恩仇錄 就說權隆皇帝是凱寧陳家的兒子 但這個就是小說而已 但我們根據史詞來講有記載真實的 在皇家的記載 權隆有一半真的是漢人來的 根據歷史記載 正史都有提 但後來又被人隱蔽了 又拿出來又隱蔽了 那個迷就說究竟他在雍和宮出生 出世 或是在成德山莊出世 實際就是在成德山莊出世 因為當年雍正 去打獵他們皇室 每年去打獵 他打獵就不給戴女卷 不戴家劍去 不會戴那些妃嬤跟著自己 去到打獵的時候 打了一隻鹿就喝了鹿血 忍完之後又去慶俠 然後就藏了一件公侶 那個公侶好像叫李金貴 就是生了權隆皇帝 拿回宮廷 就當了孤兒六屎生的 這樣搞出來的那宗公侶 就變成權隆皇帝一本是漢人 但他在海寧層家說尼瑪換太子換轉 這就不正確 沒有這回事 但權隆皇帝為何我們說他很福氣 他是關照他父親做皇帝 如果不是他 宗正做不到皇帝 因為雍正康熙那時 他小時候康熙喜歡這個孫 喜歡權隆 說他是人才 心動了念 這個孫要培養他做皇帝 你想培養孫做皇帝 你是不是要將皇位給雍正 由雍正傳到下去 就有這個轉接的 所以權隆皇帝是 因為他而關照雍正設位的 因為康熙希望權隆做皇帝 好了 但為何權隆皇帝這麼好福氣呢 他康熙關照他 關照他父親做皇帝 輪到他做皇帝 他的命好得如何 但他好得連阿爺 就要靠阿爺 種了天花 才權隆有資格做皇帝 如果康熙不做皇帝 他何時輪到權隆呢 因為康熙做皇帝 因為他生天花 生過天花而不死 因為他生天花而不死 因為王帝是沒有出過家的 那些人經常在吳台山出家 他是想出家出不成 後來種了招生天花死的嘛 生天花死就傳染了過去 他董駱菲也是為生天花死的嘛 好了 怕些其他皇子 未生過天花 一種招的皇帝又死 因為康熙生天花而不死 所以說他有免疫功能 當時中國衣服已經認識這件事了 所以就選康熙做皇帝 所以這個世界很奇怪的 原來你以為病也要死 原來病了才有病 病了不死 這個世界人生 你看他得失 是不是 所以你那個天意是很難算到數的 三心無理 你看起種天花時過得很嚴重 你就死了 不死得 因為他種過天花不死得 才選擇他做皇帝嘛 臨到尚兒死了 知道嗎 在他在朝不會因為再種天花再發死了 因為他的孫子這麼聰明 他看中了孫子希望他做皇帝 就迫着將皇位傳給翁正 也明知翁正將來給他的孫子做了 這樣 所以拳龍皇帝是很大福氣的人 關照了老爸做皇帝 是他關照了皇帝 影響了康熙傳的位子給老爸傳給他的 但也是很運氣的 因為他的爺爺生了天花才做到皇帝 那就是拳龍我們稍微知道的簡單的 當然過程上有很多很有趣的事實 在正史上講的 所以大家就說 你看到那個人生 世間的事實在是不用爭的 你爭得到就未必好 說回不用爭就很好笑的 那天有朋友問我 你想到那些泛民投了贊成票 害那些保皇黨一獲 他們沒那麼厲害的 如果保皇黨真是那麼厲害 都不會出現這件事 你讓我做真玉城 我馬上就心臟痛了 召白車 不行不行 很痛 召白車就留會了 對不對 還有一秒都會留會的 召白車 大哥 痛很難染 心臟痛 一百年多了 心臟痛 好 陳婉行 聰明一點就可以用這招 一旦旦旦 又要召白車 這樣就留會了 所以這些鬼眼眼 就沒有人聰明的 知不知道 所以在一個傳媒 商臺是誰 有一個叫陶傑說 這些是神秘力量 神秘力量 那個鬼眼眼 誰叫神秘力量 是不是好笑 那個忽然間猛了 他們真的沒有那麼聰明的 證明他們完全沒有危機管理的平時 到他們出來蠻尾又不會蠻尾 非常肉酸 我們只是說開車那麼小事 我坐飛機預備 飛機爆炸 不要緊 是啊 有了整套密碼在我裡面 那架飛機爆炸又如何 因為它起飛機是比下飛機危險的 我們一上飛機就已經數了一套密碼在那裡 是嗎 即是已經預料了 所以你不用怕 即是預料了 這個是會出現的 但是你預料了 但是他們沒有預料 就算坐上車 就算車是你自己的 你首先立刻一撻完車 你首先就要踩一撻一撻 那個反應還有沒有在那裡 你不可以一開 都還沒踩一撻一撻一撻 你就開車是最老襯的 待會車飆過來 你停不了了 那你就敗了 所以一上車一撻著車 或者一撻著車 它那個油壓崩一走 你就立刻踩一撻 好 到你這輛車行動的時候 你又再踩一撻 再試一試它的敏感度 那個撒仔 你心中有數了 車整個慢慢收到 好 到你走出街 你有任何情況 你在哪條拉都好 你都願意左邊有車來 怎樣避化 右邊有車來 鏟過來 它鏟過來的 在屯門公公都試過 由對面騎鍋 鏟過來 如果你有這個意境 那時候你反應比人快很多 你快十分之一秒 你已經避了險 你因為有密碼 你不用再想 你已經演習 beaving了自己的腦海 但很少人想那麼衰 我們就想完 一上車就知道 等於投資 你立刻說 我自己的籌碼投資到哪裏 我要斬 何時要撿到那時要止血 你有整套遊戲規則要停的 你不可以說自己騙自己 說我先等等 不要斬膽子 這些是婆仔文化 這些例外 沒錯 這些都沒有受過訓練 好了 我們看到他們整套 不是說罵人那麼簡單 你罵人不容易一亂罵 但我們是說有一個標準罵人 你三十幾個有頭有面的人 坐了立法會 坐了行政會 叫香港的管治精英 某一套班底 自稱 會不會真是這麼肉酸呢 當然我們也很高興 他帶來給香港人 有一個禮拜的歡樂 一個個扭開電視機 他們現在有功勞的 令到最近這十天八天 香港很多和諧氣氛 每個人都笑 因為看著他壞 他們有功勞的 中間政府 所以你扎棍扎輕一點 扣小兩棍 他們帶來香港的和諧穩定 有笑容的香港人 見他做乞丐 扣街 但你葉劉淑儀 被人的形象 是一向鐵糧紙的 你尤其那些藍的議員好 怎會留得眼淚呢 還要打仗呢 最好是不要出來說話 真的 他最多兩個人說話 一個是葉麗謙 一個是林健鋒 夠了 都不用多說 不用多說 我們溝通不好 出錯就錯了 那就夠了 但是越爆越多 說沒有等待發送的事情 你看到他們呢 就是拼什麼 你拼什麼 拼同情嗎 你沒有人同情你的嘛 你做武皇黨 仰衰啊 不生氣 還想拼同情 你就只會獻醜 他們想不到的 真的沒有政治智慧 你不是拼同情呢 如果你做戲給爺爺看 就更糟糕 你那個爺爺是共產黨來的嘛 有黨性沒有人性的嘛 如果當你尿壺用完擺在哪裏呢 你還可以生存了 你那個尿壺還有可能有人借來用一用 大家不要打爛你的嘛 不要給你獻勢嘛 今天就是白鑊 這件事是很過癮的 建制派WhatsApp曝光 嘩 為什麼會曝光 為什麼會曝光 那他們真是賴啊 流王法 沒有等了發叔這件事 爆炸出來 所有幾十人的WhatsApp 為什麼拿不到啊 大佬 所有人都拿到啦 史諾登走了在俄羅斯 還有另一個史諾登第二的嘛 這些都爆炸出來 他們的對話 連珍玉成都有參與 現在就不知道他們那幫建制派 是誰人 誰是鬼 現在鬼打鬼了 嗯 全部都是鬼了 沒有提過發叔 現在還回發叔的清白了 不用等牌發叔 他們不在等你 是收到某方的指令 起床 就溝通得不好 每個發雞溫 你坐在那裏一塊雲 那個潘少江 潘什麼差事 就不知投票好不投票好那一隻東西 更仆街那個就 做了喪屍了 有些人說他們 但這件事我們是很奇怪的 就像你說的 為什麼這麼精密的東西 都被人拿出來扔出去呢 就是怕你不死 讓你死快點 誰怕他們不死呢 煮痛的地位 不希望你這幫人再依戀權位了 就是你這幫人是垃圾來的 就是有某方面的人 或者有某方面的人 根據這些情報 你那些網絡都看到 不是流氓法 你們不是等人 是另外有一個背後的組織 是想搞亂香港那些壇事的 就是叫你起床之後 又要再押後了 押後了又要再講數 因為支持有人誇下海口的嘛 也有泛民的人 是找不口答應了就行了 我可以的了 我會支持的 有人轉了態也不知道的嘛 所以變成我們那個大話英特首 就走出來說有十幾票支持的 泛民起碼這樣 因為他沒有渣拿不會這麼說的 對不對 所以變成他張興明走出來 也都說你們會票債票償了 幾寸了 就是有渣拿的 你不要理他給錢買票好 給不給那個那個下集來的 但他有所有的渣拿手 有個承諾他一定有人 但想不到後來搞搞搞搞套 要投否決嘛 變成他們呢 如果你這麼強硬 八十一搞到那個社會這麼震盪 又上街又睡街又搞善中 就是那個政改搞得這麼大堂事 首當其衝就害到習近平先生的嘛 如果他過不了呢 他就更加難交代嘛 為了希望離場說帳 再希望多十天八天再跟泛民說帳 拿了幾票或者再修改一些東西 誰不知這就出事了 現在被人踢爆出來 他動機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你退了出來說什麼 就希望開不成會 又下個禮拜再開 現在就被人 但他們不知道 他們是這幫傻子來的 你在中國的內部鬥爭來到香港 現在建制派什麼人不留下的 當然是江澤民時代留下的 你留下這幫人 現在國內的派有鬥爭就來到香港 何以建德呢 你已經算數了 他什麼時候進去從政 什麼時候跟誰人一起去 你那個張曉明是廖輝的人 廖輝是誰去堆 就是江澤民班 如果去中國拳鬥的話 就要清理一幫人長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看他們 我們在這裡看他們發生 看這幫傻子什麼時候死 但我猜不到這麼快 猜不到這麼快 馬上等你們不用在這裡 裝哭裝醒 等你們不用了 想著你們沒有運行 就是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中國那個系統 是很古怪的 這要講一點點共產黨的制度 為什麼習近平李克強都沒有這麼強硬 說要根據白山的框架來做呢 這些當然會聰明啦 留一手退啦 但是他都不想這麼強硬去搞的 因為在政改鬆一點少一點 這麼難得我怕你嗎 你這個城市仔都不是政治鬥爭的城市 個個都是怪語讀書 都打算買一間樓仔 或者有一間公屋就收貨的了 都沒有政治野心的 他看得通你的嘛 只不過說 因為回歸後 有了一個立法會 有些議員 那些議員呢 有糧出的 無端端呢 又不用學理又不用成 只是有空罵政府呢 有人選到他 有十萬八萬一個月 還有很多看不見的錢收 是吧 跟著又做了專貴的議員 這個是一個基得利益者的地盆 就是多人爭啦 多人爭 那就各出其謀啦 各自立樹立那些地盆勢力啦 那些議員搞事 就目的搏出位 你猜共產黨盤不算不上嗎 就是了 整班立法寶王黨 你以前那些 不是江澤民時代 那些有權力的人 還沒清光的嘛 那些串謀了那些宣傳系統 那些左棍啊 那些系統啊 環球時報之流啊 那將你第一 將你變成是 是搞這個 這個無理花革命 跟著又搞暴亂 跟著勾結華國勢力 跟著好事就搞到說你搞港獨啦 那這些港獨的農私旗 不是這幫人 載過來送給你呢 你還沒知道嗎 香港不會接這些車 幾支旗 這麼大支的生意 是吧 有沒有啊 你又不會拿去大陸車啊 是個大陸車啊 你想想那些龍私旗的來源 你就知道了 來龍去脈 那一定都去台灣做的 台灣做不一定是台灣給你的 有人給錢拿去台灣做的人 不一定是搞民主的人的 中國某方面的派系組織 幫你做來給你的嘛 有些旺狗仔蝕一蝕 有1000元代我都去蝕的嘛 大哥 有什麼生意會都這樣做 是吧 是吧 又不犯法的 是吧 是吧 不是啦 現在最低工資 好了 到現在你那個政改 之後呢 有人叫開槍 有人叫放完催淚彈之後 更加想說開槍 我們看報紙啦 就是說 某方面中國高層 就制止了不給開槍 那你高層就知道哪個人通過 說想開槍的嘛 那你想搞亂香港 目的是看什麼呢 就將他們那些左派的思維 中國內部有嘛 那些左獨的思維 在香港發酵了 因為他們的左獨思維發酵 因為有個立法會很多利益在那裡 你想想一個立法會員一年 計算了人工開銷了二十幾萬個月 還沒計算要給地方去用啦 還沒計算政府有些公務員服侍這班屋嘴啦 還沒計算他做完那幾年 還有五十萬筆錢出來啦 即幾百萬一年一個 七十個 多少錢啦 他做了立法會議員 跟著又坐博啦 又成啦 又有些公司請他做董事啦 石禮謙那條屋嘴 因為做了議員這麼多屆 很多公司都請他做董事啦 只知道董事補了幾百萬啦 是等了很多外外的利益 你們不知道的 那是不是多人要爭位啊 他爭位之後就要角出其謀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我們這麼快手 我們什麼都不要搞啦 他們有些中國人問我意見 我們什麼都不用搞 你恢復啦 立法會議員沒有糧束就可以了 沒有人去爭啦 學回英國人時代 你去做啦 那時候哪些人做呢 類似我們這些這樣啦 有兩個錢窄袋 吃一把無憂米 想為社會服務 所以受到人尊敬啊 我沒有出糧嘛 是吧 最惡的就是這樣啦 你說我真還是假 因為我為社會服務 沒有給人工啊 所以當年英國人的立法會 要走出來呢 人家尊敬他就是這樣啦 第一他真是有料 他自己的家庭啊 事業啊都有個基礎嘛 現在你那些屋嘴 都教書佬的嘛 是吧 鄭耀堂之流啊 葉國謙之流啊 水鬼星成王的嘛 所以我沒有人格啦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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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跑道都不能提出反對 就是要收緊的好處 對不對 那既然這些垃圾議員 那麼害香港的 為什麼中央還容許呢 他們是以前埋了一堆的 那些江澤民派系 你看幾個六孫哭 你一輩子都在哭 一堆人一項眼淚 學人去從政 錯了都不能哭的 死撐的 找人賴又不會賴 你賴過病的 賴王法 王法真的要打小癮 大家發覺不關你事 現在被人踢包出來了 你睡得安樂了 多欣欲酸 還女清白 甜甜不俊 兩兄弟又不和 對 什麼事呢 兩兄弟 各人各都卸責 葉國謙這個目主認衰 是不是 他們很頑皮的 他們是完全沒有料的 不是說大人口氣得罪這班人 是沒有料就是沒有料 他們有什麼料呢 有很多工作經驗 你什麼教書都來的 談到中資樓那些 見過在世上見過幾天 見過什麼風浪呢 所以連臨機應變都沒有的 曾樂成都沒有的 曾樂成做過幾多日人呢 曾樂成 為什麼做學校做校長 你知道嗎 旺邱 旺邱從政 回歸後 他有什麼經歷呢 所以他連自己都暈暈了 你現在暈暈了 你現在暈暈了 你馬上暈暈了 停了會 召白色 就會沒事了 什麼事呢 什麼事都沒什麼用 你馬上就要救假 立即暈暈了 召白色 就會沒事了 你不要做什麼事 有什麼樣子 今天報造出來的 你看到他們的應變能力 現在是沒有的 行政會議的議員不投票 為什麼不需要問責下台呢? 現在就要了 之前還想過個博猛嘛 現在原來就鬼打鬼串通了 在這裡玩東西立法會 應該要問責的 因為這個是 不是規矩來的 是國際上的北成文法例 咦 今天我講幾本書呢? 那個國際上的北成文法例 因為我今天幾本書介紹給大家看的 北成文法例呢? 或者那些大家要讀書人出來做生意 將來你都要看 國際法遲點 要看的 這個我用很多年了 因為你造合同造成一涉及外國買賣 你的字眼你用得不正呢? 一上課你死的 在國際法的字眼呢 跟你普通的英文是不同的 你明白嗎? 打過那些是很多專任名詞的 要不然你上課 我法國不知是怎樣的 人家一堆 你們就倒閉了 它是鎖得好死的 比如說大家年輕人出來讀完大學 記得要看看 明白多少就得多少 將來你持合同 老闆都會說你 你兒子怎麼會用這些字眼呢? 他不知道你抄的嘛 你寄屬一大堆日常要用的 你可以露一些才華出來 把老闆做完份 老闆不用這個字才對 那你有機會表現自己 其實你都不是很懂的 懂不懂的 但你可以博到懵 他不知道你懂得多少 那是專任名詞的第一本 第二本就是巴黎Tango 有機會就要看的 很多人覺得法國的藝術是怎樣的 但你都不知道法國的民間那種歷史 巴黎Tango那些 這本書是值得看的 巴黎Tango 講很多整個巴黎的文化、經濟、歷史、風土、人情 新聞視頻很多東西的 你會知道法國人的價值在哪裏 看世界 他們有一個最厲害的就是法國人 比如有些人稱讚法國文化好 他說這個不是法國文化來的 這個是人類的文化 他們的觀點是怎樣 應該大家要分享的 第三本就要介紹大家的 我們經常講猶太人 猶太人就靠這套全家之寶的 每一個家庭都有本的 這個譚姆 就是他那個家憤 每個家庭都有本的 自小要教你讀這本書的 這本書好像有英文版那些 阿丁小姐還有剩下本 在亞美城那個網上 但我給大家看的 整個手質來的 就是遇到什麼事呢 有個指印給你的 很微細的 它的指印微細得很 他給你那個人生路上 很多指印給你的 每個家庭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就不行了 他們可以不拿金錢走 走難 一定要帶著這本書給他那些 給他那些後人要學的 所以他是另類一個 他的民族歷久不積就是靠 他就靠這本 譚污的 是他的團結性很重要 他們遊客人的團結性很重要 很多人的教育 上帝同宇宙 家庭生活 社會生活 道德生活 他們 你研究拖拉的那些 導師的說話 很多的指引 是你從出世指引 你的來勢是怎樣 法律的學問 民間的風俗 你相不相當魔鬼 邪惡之間的肉體生活 你身體怎樣保養 健康怎樣準則 道德生活 什麼叫霸患 什麼叫謙卑 什麼叫慈善 什麼叫誠實 什麼叫歡恕 什麼叫節制 還有你對動物的責任 是很完整的 各方面都 所以 他譬如人的教義都很深 有人類是甚麼 靈魂是甚麼 權誠和祈禱是怎樣分別 有兩種衝動 什麼叫自由意志 什麼叫罪惡 忏悔和贖罪 奬勵和懲罰 是很深奧的 所以他在民族 就很完整的一套 一套理論系統 做指引 大家有機會可以買來看 你想進步 你想去做國際工作 出來做生意 你面對不同的對手 你一定要有很多常識 因為你應付不了的 不要像大陸 剛才說過了 他們現在就大件事了 這幫建制派 全部今天再被人大踢爆 原來就入閥發縮數 沒有這回事 是啊 所以就是 怎樣埋美呢 阿sir 究竟會有茶醉 我知道他們公佈了 但今晚我們的主題就是 天助習近平 天助習近平 讓左讀自閹 中港台有運行 用港獨 讓左讀自閹 天助習近平 讓左讀自閹 自閹 自己閹自己春 沒有人叫他做自己 自己閹國自己 中港台有運行 因為我們一定要支持 習先生這一代的領導陳 是給他正確資訊的 所以他有中方朋友問我 我不會有個人情緒 給他們意見錯 我說我感覺多少 我說多少 我知道多少 就告訴你多少 所以我特地下去佔中 那些人佔領運動 我下去跟徐家傑 帶著那些人去了解這些情況 有很多做義工的提供情況給我聽 有哪些組織在那裡參與 參與力度有多大 柴挖挖或是 隨便玩呢 他們本來都沒有搞這麼大件事的 他就是這些左讀 那些左棍 一早就押了那個場不租給別人 變成他們沒有場開加連碼 對嘛 那就躺在金鐘道那邊 接著警察就屌你 說了他們在那邊睡 不讓他們走到那裡疏道 這樣搞出來的 那這個曾偉雄就是歷史罪人 保安局長最大責任 但這個是蠶神來的 那誰人委任保安局長來的呢 當然不是習先生的時代委任 那梁振英上台是誰不關照梁振英出來呢 是不是搞成這樣 他將那個中國共產黨傳統的鬥爭 帶了來香港 這些就是鬥爭的一派人的馬仔來的 那香港就死定了 好 很簡單 我們收到的資訊 有人跟我說 他說他回到深圳 看到黃剛他們那幫人說話 是大家談得到的 很有邏輯的 唯一就是張曉明串謀了梁振英 兩個五家產呢 就在那裡搞鬥爭哲學的 我們知道哪個人 他們找人親口跟我講 那你們死得了 即是他們裡頭都有分 一樣分黨分派 分啦 你看見公聯會 要民建聯找訴啦 開到聲 要民建聯道歉啦 多老套 他為甚麼 就是爭你立法會那席位的嘛 如果沒有爭的好處他們怎會這麼說呢 怎會來控呢 如果政改通過更嚴重 更多來控就左派 知不知道 一定分裝不民的 好 現在否決了 帶來很多歡樂給香港人啦 整個小丑啦 出丑啦 忠負娛樂性一點 是吧 不要過看恐龍劇 他就將香港這兩年來的怨氣呢 鼓勵到爆呢 那全部都疏道了啦 好 但是泛民就立了功了 他否決了政改 大家就沒有加吵鬧閉咯 不肯搞啦 我叫你沒有人搞的 當你否決了就沒有人再提咯 繼續玩這套遊戲先 不會死的嘛 繼續原地踏步 沒有飯吃嗎你怕 原地踏步都打到退咯 那就繼續 沒有人做了爭拗嘛 你看他那時候開始說搞政改 有多少爭拗 搞到天天打開電視機 你都會生氣的 每個走出來吹水 每個扮民主英雄 是很嚴重的嘛 他忘記了 我們的民主的目的 每個都 是最矛盾的是什麼呢 中國又說支持民主 又說現在搞這個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保皇黨又說是支持民主進步的 沒有人說是不支持的嘛 每個都這樣說的 泛民 每個都說支持民主的 既然每個都這麼支持民主 怎會搞得到一劈齋呢 是不是很幽默呢 如果每個都說支持民主好 那應該會變好的嘛 為什麼變成不好出來呢 是不是值得一個很大的論文 那時候的論文 哪裏出事呢 沒有人反對說不要民主 是我反對的嘛 為什麼現在我最糟糕的 我沒有人聽過說要委任的 是我才在公開網台說我要委任的 你委任我三張來就行的了 你委任的那些議員 如果沒有人聽過的話 如果沒有人聽過的話 香港沒有人聽過的話 香港就沒有家徒屋弊的了 香港就沒有家徒屋弊的了 那我最糟糕的 最不民主啊 當然不是啦 最不民主啊 你一搞定了它的人公正 你民主的範圍不肯公正嘛 因為等於現在那些人呢 是你們被他轉移了視線了 你的城市發展 你學一下梁振英的白民主 說拿一本堡落街 拿意見是很糟糕的嘛 我請你替死人嗎 難道你問的士都很糟糕呢 他懂得發展那個醫療制度嗎 你問了幾千個的士都沒有人用的嘛 那些議記 是不是呀 問阿嬸 那些是很糟糕的行為來的 他只是假扮民主而已 那些不是真的民主 假扮拿民意你的社會就死了 如果民意得的 你不用請你做特首 不用請你做局長啦 他有資格給意見嗎 是不是呀 你為甚麼你不肯定啊 你得著我們左膠的思想 要人權啊 民主啊 要平等啊 你要有資格平等啊 你有甚麼東西叫你啊 我問你 浪費氣 等於英國人以前就是這樣了 英國人在開會 有人舉手給意見 我叫你回來給意見 我叫你回來是聽我們的指示做事而已 你沒有資格給意見 還沒有輪到你給意見 這樣分得很清楚的嘛 分了工的嘛 你都不是那一筆 你有甚麼資格給意見呢 難道你教我捉國際象棋 你不是有多餘的嗎 你教我看中性嗎 都說我狠狗而已 對不對 就是狠狠而已嘛 你不是說我們白民主 不是呀 我現在看到通識的 很不好人 找一千個人來問一下 很不好 你又是甚麼民意調查 調理都不好嗎 我去收水 收人錢搞調查 你沒有人用的 你問我這樣的柴子 他都不理會過一筆 你有病你現在問醫生的嘛 你站在梨敦道 你怎麼救一萬人都沒有人用的 救你也不肯到嘛 如果他問醫生的話 他怎麼回答你呢 其實這些是很愚弄的行為 所以當年柏拉圖很愚醒的 最早柏拉圖 民主的政制呢 是最愚弄的制度來的嘛 少數服從多數 世界都是少數厲害的人的啦 要服從那些笨賊賊的人嘛 那你怎麼死了就死了啦 為甚麼美國越搞越衰呢 就是這樣嘛 適度的那個民主制約呢 是適當有用的而已 在那個民主制度在那個權力制約那裡最有效的 制約有權力的人 那裡呢打到關就行了啦 其他就多了 就是你有權投票 掃這個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下台 是那個唯一最大的功效 還有當年的民主制度呢 它的形成就是推翻王權的而已 現在都沒有王權 是不是呢 法國大革命都是推翻王權的嘛 英國大憲章都是推翻王權的嘛 那樣樣都說民主民主嘛 你想不想你弄得錯了 就算你搞甚麼民主 你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搞好民生的嘛 你搞到民不聊生 你那些民主要來都多了 你那些笨人坐上去 你就搞些四不像的民主制度 就搞梁振英坐上去啦 你說幾個狠狠呢 很狠狠的 所以我們是有理據的 一定那個社會要三權分立 監察那個有權力的人 還有要開放傳媒的言論 要開放民意呢 去騰合那個有權力的人 那就應該是民主的表現了 但是這些人這些是質素的嘛 但是如果你給幾個骨頭下來 去搞這些斑底 你會死定的 哪個社會會死定的 就算美國都不民主的 他都要埋堆 一樣的啦 選我州長都幾百萬美金啦 經費你有嗎 喂 個個選得的 你有嗎 你選吧 為甚麼希臘里還要籌幾億美金 十幾百億美金才能開球 你傻呀 你說民民民主呀 所以大家這些年輕人 你們就不要被人誤導的 但是我們絕對反對這些共產黨的 一黨專政極權的作風來到香港 我們絕對要叫大家要抗爭 是啊 但是就要有禮有節去抗爭的 就不要被人裝你陷阱 為甚麼呢 我收到的消息 最近有些年輕人回國內 是無端端被人扣留了 有些被人扣她說吸毒 實際就是那些國家的安全部門 扣留了她 他們甚至會拼你 參與一些恐怖組織活動 這樣涉嫌 這個很可憐的 希望你有些中方朋友 或者香港這些議員聽到 你們有朋友是這樣 你就找那些香港的議員 人大代表或者中聯辦 去了解情況 他起了一個白色恐怖 你想想你們上街的時候 928全部都拍了沙龍 錄影了對不對 不知道多少個大炮 都拍了 今時今日的那些填紙資訊系統 一把你的樣子放進去 一按鍵就走出來 姓甚麼名甚麼住在哪裏 只要你一把回鄉過去就走 你入境的 他不讓你入就是救你的 讓你進去然後動你的 海員 所以大家真的很無奈 所以多年我們為甚麼要叫那些離奇人 你不要立刻上街 就要小心這件事 他秋後算帳 他就可以 叫天不見 叫地不聞 有人跑去警局報案 據我所知道的消息 香港警局警察部的報案 因為我們理不了國內的執法 是啊 哭訴無門 還要阻擋人才問到他的兒子 以為失了中原來被人扣留在國內 就虧了這些 他整肖說你參與非法恐怖組織 你打不打 吸毒啊 諸如此類啊 那你哪裡啊 可以說啊 但我也要奉獻中國政府 不要搞這些事了 那些小朋友是愛國的 他是愛香港的 他看到不平時 他是連笑無知 一腔二血 希望爭取社會公平去上街 這個值得要理解和諒解的 我中方朋友 如果你聽到我講話 你要交代中間政府 在這方面要施人證的 我叫千份會過書 以後不再參與活動了 那要放他一馬 真的 我們收到情報 有很多人說大家問 開始教這科 反正這個手法 今時今日 不能用的 這些是同胞來的 是不是 大陸的媒體說 否它政改就是想獨立 最糟糕 它砌你生豬肉 是呀 它就要砌你生豬肉 它才拿到維吻費 香港很大的 拿這些維吻費 很多部門單位 過勾結一幫人 是吧 跟你搞中調 搞攝委 比如你說 你上風你做區議會 它又拿很多錢來支持你 又要洗樓 又要給錢 跟你租地方又去住 又跟你攝上去做那些立法會 那些樓宇的業主立王法團 他們現在中國有錢 好了 那你分了區的人組織 串謀那中原版下面的人 幾人大塊肥豬 慢慢分的 是呀 對呀 對呀 所以就有很多利益在這裏 那他又說 政改被否決 全香港都是輸家 你有沒有輸呀大媽 你輸什麼 輸一條毛 沒有 與我無關 我們贏了全香港 這期多好笑呀 輸一條毛 輸一條毛 我沒得到 只是派輸而已 輸了那些 輸了人格 輸了誠信 你中原版那些人 輸了你的能力表現 是啊 你中原版搞什麼 你那個統戰部搞什麼 連那些年輕人 你愛國的 他們的行為就是愛社會愛香港的 對那些政策不高興的 你都不懂得去統戰 你做什麼工作呀 真的呀 你叫我們多少網友有多少人 沒有人說我支持一黨專政 大哥 我們有資料的嘛 為什麼要支持 為什麼要支持 現在的國家情況為什麼 講得清楚嘛 你和我搏 有多少大學生 怎麼有沒有跟我說我支持一黨專政的 省錢嘛 第一 不用出糧糊糊糊 屌你了 是不是 你想想 區議會議員 加勒勒立法會議員 一個月知道多少錢 拿了這些錢 你拿了這些筆錢 分了區 所有老人家有病 傷牙 弄硬 涵涵 這幫食塞米資的錢 十九區 十九區議會出糧的錢 每一個區的錢都拿出來 做牙科 傷工感冒 中醫免費 多少人受惠 對啦 養些債食塞米 你知道嗎 對嗎 對嗎 我們有資料的嘛 為什麼你要委任就是這樣 委任 你都有些民間提名 你就委任他 不用選的 有人提名 找一些有生意要納稅的人 或者大學以上的人 或者中學畢業以上的人 你有資格去提名幾個人 做區議員的 選什麼呢 說你超過一百人提名你 收了來 那你政府就看他以前的業績 看他人的行為 看他沒有納稅 沒有金錢 你老母稅也沒有納稅 差幾張卡數 你怎麼委任他 你怎麼會搞張震遠出來 你怎麼搞張震遠出來 高難度 為什麼搞張震遠出來 那些區議員要選閉筒 他沒有經濟條件 你不委任他 做些有小要權力的位置 你看多麼區議員坐牢 你無論如何叫他做議員 只要送他坐牢 他不敢行的 他就要想辦法 新界有個議員 做立法會 怎麼都破產 現在都幾乎 認識人多 每個月都有些紅白意識的 一張八塊 十張都不肯見百千元 還要去 浪費時間 是不是 生前立利頂門峰 你怎麼搞的 做黑衣 破產 連舖都賣了 你去選議員 你不是想用經費嗎 是我最年輕便宜 都不見幾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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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紅都不肯 搞個五區公投 沖了個五皮 黃金 我這麼說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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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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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見幾皮 原來寄信 這些東西都遊票 大佬 有些要印些單書 我沒有人 都黑了 黑少了 黑少了 要錢的 如果人們沒有經濟能力 你要選舉出去做什麼 他都沒有那個能力表現 是不應該選舉的 對不對 所以怎麼說 我們的中國人社會 你是要有人當家作主 找些有才能的人 特別是香港 如果你香港 你不是找一堆有能力的人出來 你很難和中國競爭的 你去到回去開會 人家看你不起的 玩殘你都可以 現在香港你看看 你33個議員 嘴臉 笑 共產黨 他們說 我們搞革命 打了筆翼腳 都還沒人滴眼淚 你們這樣 這樣 有人笑 對不對 三反四反五反 跪玻璃屌 你什麼都還沒人滴眼淚 你們這樣 這樣 波希來老爸 被人打 被兒子 都還沒人滴眼淚 是不是笑 整幫搞笑 你知道葉國興之流 你看過寫人相 快要生鏡灑 那樣子 再咒多他 是啊 就是有網友說 你曾經公開說 咒那些政棍 現在真是靈了 問你想行客怎樣咒 哈哈哈哈 是不是好像天橋打笑人 不是我咒啊 橋龍皇帝都咒人的 他又咒人 他又咒人 你去搜尋吧 你去搜尋吧 橋龍皇帝自己親身咒人 下咒咒人的 是嗎 是嗎 他懂法術 就咒人 他有修行的 橋龍仔 但我們一定要咒這些人 都要咒 咒 壞人 你怎麼搞蛇 他就沒有人 在那裡 做用票 教那些年輕人 忽然愛國 搞什麼洗腦的愛國教育呢 整個歷史的真實不敢教呢 你教什麼呢 為什麼你串斗謀殺那些學軍 搞到那小孩子兩三歲 要獨得頭蚊眼花呢 是啊 神經病 會死人的嘛 下一代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串斗謀殺那些人 讓一間一個人可以搞些工程 抽水的釣魚工程呢 不忍應該要蓋著呢 那條高鐵走畏一點都不忍用蓋著 他在那裡這樣做 你怎麼這麼壞 怎麼運動 修行的工作 年紀幾十 實際就能做小人 你講的我不是怕做小人的 你光明正大我是做小人的 我為了香港人的前途 為了中國人 習近平先生這一代人 一定要支持他的威望 你們不要在那裡破壞習先生的威望 我就為了這個動機 揍你這幫不解釋人 難道你會揍我嗎 我歡迎你揍我 看在那裡我靈 對嗎 我們是不是都需要回家打打笑 有方法的 我們屬於黑武術 在古代叫黑武術 第二個問題 今個星期都有很多戲 湯家驊退黨辭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你怎麼看呢 這個人是藏機 藏機 藏機 這個人是藏機 你和你的心術不冷靜 他為了找他的徒弟出場 他就自己辭職 留在做太上皇 有個大廠說他推薦一個人 說讓我招 好 初初我也諒解他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聖呢 如果他不是說 找回徒弟來接他手出去選呢 我相信他是這麼感性的人 他是暴冷處座 有人支持他整蕩自負 他也要這樣子 是他所謂做的 說他家說 你這個人家做大廠 做大廠少女 就算數 那麼 就換我了 你這樣寫你一點 你太想要做大廠少女 你怎麼做大廠少女 你這樣做大廠少女 你這樣做大廠少女 你這個上海 我70个议员,我选择75个或80个 让你的多票小票呢 有人中途死了,死人倒楼,马上封 看了死者多了,最高票就放上去,就算了 不用再补选 不用劳民商财 那你不用劳民商财 提普机就是 有人辞职的,有个补选 就变成了不用劳民商财 又五居公投,又要搅择大农荣 这些是多了,这些是内鬼的 那你那个刘刚说,你这个人是做内奸 你看不到这些问题吗 你为什么不改革,正细是乎小组的人 你那个三个福老寿 林郑和我,袁国强,有没有设计 流动,提普机制 是不是? 你都多了 就算现在你中央委员会 那些都有候補委员 你就选多几个叫候補议员 对不对 这些人说什么呀 即是你没有射到香港社会的钱 因为现在风气很坏 我们收到的情报 很多人一问到的问题 这些不关我事的,香港大把钱 有什么所谓 就是这样 连中方的人都是这样说 香港大把钱有什么所谓 整天都大把钱 就是整天说香港大把钱 大把钱不能浪费 大把钱你也不能浪费 也不能被人恃笑你 理财无道 钱还有钱 你不能浪费 你不可以浪费 也不能被人笑你 按钩 这样用钱化 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思维 李湯家驊 你答我 如果现在你不肯搞个辞职 你可以退党 但我做他不肯退党的 好来好去 做那一任 也不需要退党 就不肯来往 慢慢淡出 我做了立法会 就不用努民商财 既然感性的人怎么搞政治 小孩子呀 不肯喜欢发烂炸 女儿子呀 你两个都是黑衣 看到他的家 那些人撞棍 如果你有心 真是为香港消负 我公民党政见不肯对我退党 但议员我不退 但不退 就不希望公民党选我出来的资源 就关照我 我由现在开始 我每个月出的那份量 捐练给公民党 行不行 停止那些年轻的助理 你都不肯支香港市民钱 我就不肯上班的了 立法会都不肯去的了 睡觉的 就当是做了 完结了 就不用市民再重新补选 浪费钱 对不对 这些叫小吉士 你老母 你为了这个徒弟仔出去 再选择你手 他一定会赢得到的 做了 香港奴民商 几多人服侍你的嘴子 你不肯费钱 塞了你很多人 就不太费钱 是不是 你们走老是肚子 说话 你说为民请命 怎么可以请命 你你看到为民请命 没有做得到 害人我们不见钱 便立即实现出现了 你要多肯货 現在也有這麼說 你是古惑仔 不肯是誠實的人 不肯是誠實的人 不要說這些低等生物 不要說很多閒事 你告你誹謗 當家華你說他低等生物 但他不是低等生物 他低BD 有數計的 你不用退去立法會議席 為了不希望社會損失 我就休日回日 現在快要休會了 明年直選 你搞什麼 現在退出來要補選 所以見何俊仁的傻子說辭職 滿居公投屌你了 不要更大問題 又要浪費大筆錢服侍你這幫家產 所以我們開始要改例的 有個替補機制 選多10個候補議員 第二個問題 不要說這些 要說一些高貴一點 貴族的生活和風格是怎樣的呢 貴族不和王族要分清楚 是啊 貴族除了他有錢之外 他是貼到王室的關係 都是這樣的 例如說 穿著 公雀 百雀 cruel雀 藍雀 那一種 他封給你的 你要去到你有這樣的身家 和你有這樣的教養 但是貴族的風格 不像有錢 買 買法拉利 做豪宅 買私人飛機 去做老闆學人喝紅酒 吃紅酒有多少糖分 大部分都在裝貴族 這些不是貴族 為何喝紅酒就是裝貴族呢? 有些很貴的 貴族不喝紅酒嗎? 正式喝紅酒他又在裝懂食物 貴族喝紅酒不能超過五百元支 人家懂食物 超過五百元支那些很貴族的人才購買 我們喝五百元以下的 我大酒莊老闆跟我說的是在法國 他搞貴的 等於我們的茶葉一樣 大紅袍有幾十萬斤 你買不買紅酒 寶貝炒得到幾十萬斤 你買不買 世界很貴族的人 那些是暴發的 正式貴族呢 在他們皇室表現呢 等於他的英女皇的兒子的孫子 都去復兵役的嘛 真是阿富汗呀大哥 真是 他有貴族表現在你有承擔的 你不能退的 還有他表現到自己的責任 貴族呢 他走出來表現到那種教養 我就沒辦法了 在香港的時代 回歸後 回歸前 我們任何場所見到人唱國歌 我個個個都起身敬禮的 很莊嚴的 你自己要找個問題出在哪裏 你自己找個問題出在哪裏 你想不想你不用做研究 為何回歸後的人會聽國歌呢 究竟問題出哪裏 你不用搞那麼多事 你找到一個答案 你就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了 人家不是的嘛 人家繼續說 既然間我是幹部 或者我是做官的人 我走出來要像個官樣的嘛 有你像個輪樣嘛 那你大不大人說 官有官樣的嘛 怎會黃糾糕 那裏怎會收人家兩張機票 走去驗飛機呢 怎會走去怎會坐人遊艇呢 黑衣珍這些人呢 沒那麼傻子嘛 怎會弄個廉政公署的署長 屌你不要搞你這麼無厘頭的魚蛋回來呢 搞得到這樣 賴死賴了呢 是無緣無故那種教養嘛 我們都不做啦 即是你行其位坐其位的事 素其位呢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麽 如果你有貴族精神的人呢 你會衡量自己 等於我們不會跟那些小班講價就是這麽解 等於我的客人買了一件肉件 打了難回來就行了 你拿那件走啦 算了 這個就是閉族的責任嘛 你是難得起的嘛 這個就是說你做人的器量來的 承擔的要有的 你被人推的 你賣我賣你 我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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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九流啊 賣我有病的 你是不是九流啊 如果你罵他有病 他會駁你的 你為什麼你們這麼人關心發縮要投票 為什麼不去海刀開間房 找幾個美女和他突不吹水啊 一九鐘頭就走過去就沒事了 你找幾個美女 是不是啊 或者你坐在立法會樓上的餐廳 就找幾個美女 或者找個螺絲妹和他捏上筆 看四仔幾個精神啊 九鐘頭幾個走下去就不會出事了 你老母那些人家是假關心流氓法 為什麼流氓法又是老人肚子的啊 他沒有我們這麼聰明的嘛 如果他害笑到打他就不會過鐘啦 說塞車手吃人五分鐘 你馬上坐地鐵啊 一上車坐的士就到立法會 你搞什麼搞什麼 你把那把木嘴來坐地鐵過來 你拍車來接我吧 那不會出事的 你老母那些人家走到隧道 失憂了在那兒 退不回頭的隧道 知道嗎 很冷的大冷的嘛 這些就沒有智慧了 你馬上披頭我們去台灣搜影禮 我說哪間戲院 戲院附近有什麼飯店 我們搜影禮開九點 我們七點半在他旁邊那間飯店 不管他靚遠不靚都訂我那間 吃完就走過去不用五分鐘 一定沒有勾勾的 這樣做事 怎麼會大王子二丟呢 九龍堂叫你 不要試著開車 還要塞車幾個 你又看那些人是低P到不低的 這個世界遷就你啊 你都沒有名字了 第二個問題 不正式了 講回一些風月的事情 上次沒有講到 貴族就是這樣 以前唐西風月又是怎麼回事呢 拆了一點點出來 有本唐西風月史的五號先生 都有講不少的了 我都聽過一下 有些東西都 唐西風月 不是 唐西是石唐咀 石唐咀 不是那龍堂 我寫了資料 1904年到193年 燒金窩 1904至193年 石唐咀剛才填尾 大大的雞豆有超過七十檔 有四大天王 那些商店有二千人 酒樓有四十間 有五萬人是依附這些花街樓行為生的 養很多人的 那時候人口只有十萬人 五十萬人而已 但是有五萬人 有十個就有一個有關係 十分之有關係 厲害 1903年的時候 石唐咀剛才填海工程完成了 但是到那個是由尼敦廣督 現在尼敦道 那個廣督叫尼敦 1904年就來香港上任 在上環水口 剛才被一些記載 一場大火燒清了 這個尼敦廣督就決定利用那些記載做開荒牛 就下了命令 所有的記載一律 向西再搬去石唐咀 那時候在英國政府有明確的命令 搬去石唐咀地區 東邊就由屈地街為街 西邊就是碑路炸街 所以在皇后大道西到碑路炸街口 就為終點 德庫道西就用堅離地城海旁道口 為終點 中間就是石唐咀容許記載經營的地位 這兩三條街就是香港世紀最初的繁茅 初初沒有人搬去的 因為很荒蕪 沒有辦法做生意 全行連名上書反對 但香港政府堅決強制執行 在當時水坑口 最古老的那間記載錦秀堂 請大律師去英國倫敦上訴 說不可以搬 很有錢的 都輸了 打輸了官司 179年香港政府出了一個條例 徵修妓院和妓女牌照稅 准許妓院、妓宅交稅 拿牌營業 這是一段很油場的工廠日子 即是水坑口的時候 是呀 工廠制 那時候工廠制度 後來他們慢慢搬去唐西 依附那些妓宅生存的酒樓 也搬去向西搬 因為初時其實 這些酒樓記載 經常登過報紙啟示 本酒樓有首車6架 每天下午5點至晚上1點 有雙烤人力車 上載水坑口 接載貴客來往石塘咀 登這些廣告 因為那時候沒有汽車 除了電車之外 就靠黃包車來往唐西 但開始的時候 都是水淨鵝飛的 這個石塘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 這個就有一個轉移點了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人心就虛脅了 就是打仗了 世界大戰 每個人都變成今早就走今早醉 不管你石塘咀有多遠 每個人都去了 開始就繁華了 打仗了 還有很多人令到很多香港的生意人 因為打仗他們走私 走私 走私 變成很多錢人 成為巨褲 變成了石塘咀 就開園坐花 就變成了談生意的最佳場所 很多規矩 多年那些石塘咀的妓女 要很多條件才能做到的 差飲唱麗 面面居圓 所以那些人就惹來很多風流才子 名人雅士 雙古正要的客人都來的 那時候去石塘咀的人 在唐西風月 只是去唱歌 聽他們唱歌 還有打情罵俏 不是故意有性交易的 沒有的 那時候我相信追你們是很浪費的 在二十年代唐西最傳承時期 有二十間大型酒家 有金陵 有廣州 有桃園 有統一 有聯星萬國真昌 經營這些花酒 多年那個西環的三道 就是夜夜新歌的金粉地 有四間打通的大宅 技宅叫四大天王 叫寬德 蔡花 榮樂 倚雄 由於他四間大仔拍在一起 所以曾經有個有錢人 包起四間打通了 請客 很均衡 那時候在三道 那時候三道 三道貼著藍里和御庵台 都是所有石狼咀發展的地方 去到1932年末日 因為英國朝廷禁槍 香港政府也要跟祖家看齊 由第十八任港督背路 禁槍發令 在那年所有的鬼妹妓女 全部禁止 華人的妓女有三年的孫限期 被你再做下去 三年後都禁止了 還有停止所有新的記者登記拿牌 過了三年後 原本有幾千個掛牌妓女 在禁槍最後的日子 只剩下三間妓院 還剩下三十多人 沒有聽出現 沒有聽出現 變成了母女 到七十年 石塘咀找不到一間 唐西酒家的金陵 在六二年也拆了 沒有唐西風月的痕跡 很厲害 以前 在日本人時代 又曾經興旺回過 在淪陷時期 石狼仔又出現過一陣子的繁麻 那時候 日軍總部 攀了華人妓院 又搬去石狼仔娛樂區 所以夜道之軍票十元 但它過到三零零八個月 就是譚花宴 那時候石塘咀 變了個名叫藏前區 那些大酒樓相繼復業 又叫新香港、華麗都堂、天香館、天內天、百花樓、西商樓 所有招牌都有些日本味道 在1942年 日本人在統治時代 南華日報曾經報導過 所有的領牌的記載 有五百多間 曾言斗例 在這個這麼艱難 日治時代 能夠上這些記載 只是一批日本的獻兵和物資 普通人是去花不起的 你飯都不能吃 變了社會這麼窮 很多年輕的女人 在死亡和溫飽之間 有些晚上就在街頭 所以當時滿街都是流鷹的 所以有個說法 人肉比豬肉更便宜 現在等於中國的東莞 人肉比豬肉更便宜 那些太子 白頭公女說當年 很多二世祖最生夢死的 很多人在那裡傾騙蕩產 那時候在他們這個行業中 有一句口頭禪 是在那裡傾騙蕩產 敗家子弟莫要走 卿家子弟莫要來 他們都是道爺有道的 道爺有道 道爺有道 即是說你那些敗家子 你就不要走了 哈哈哈哈 留得低啊 白家子 繼續做你的火山大孝子 哈哈 那時候打賞給那些記者的人 動的都是給100元的 天文數字 那時候你還拿一個店頭掌櫃 一個月都是40元的工資 是啊 另一條毛巾又要收錢的 有些人說用些銀子來煮綠豆沙 以前有些是送戒指給客人 鑽石戒指一個月浪費50萬 有些用些銀子接花牌 又送黃包車又送洋樓的事 那時候那些唐西少爺這麼豪的呢 賺錢移銀子 那時候賺錢移銀子 那時候有個時間 香港賺錢移銀子 南北巷那些賺很多錢 南北巷賺很多錢 當年說一個最聞名的石塘咀 有一個名記叫花影行 哇大媽這麼熟 是啊 這些我都是二世祖來的 哈哈 我辜世了那個唐西去玩 他曾經就是在唐西風雨 他選美拿了冠軍 即是現在香港小姐 不過是雞鬥的香港小姐 嗯 都是小姐 但是他很有義氣 但他經常就是為了 仇虎義槍中得冠軍 所以叫做愛國歌姬 後來他因為愛情自殺 所以軍動一事 哇為了馬斯爭的 是啊沒錯 真的嗎 那他為了打日本仔 他九一八事變之後 經常舉行個人演唱的 慰勞前方的戰士籌款 他這個唐西所有的歌姬聯手 扮演大型獻金救國運動 令到當年的花國美人 和那些嫖客很感動的 所以每個人都捐了錢的 所以很多報紙都撥了一些版面出來 幫我們這班女士做免費宣傳的 所以令到花英恆就做了一個籌款管 這位唐西的義記呢 全面了港狗街頭汗尾的 所有那時候香港有風災水災雨災 他都挺身而出帶頭暴捐震災的 雖然他是一個風塵女士 但是他受到社會人士的敬重 但是他紅顏薄命 花英恆就疏忽了 迷戀了熊玲馬士爭 救馬 老馬 有一次他在太平戲院 碰到馬老大 和另外一個雞鬥的姊妹在這裡玩東西 很閒的 所以他很傷心地回到他的家 就狂吞鴉片煙自殺 那就死了 當時唐西曾經為他舉行了聖大追悼會 有一家電影公司 也將他一些新人故事拍了一部片 大家查一下找不可以回到 一代名花花影行 我未看過 我想很久 當時還有一個很文明的妓女 她叫賊婆 做了封臣女子 這個賊婆是九江著名賊匪吳三鏡的額債夫人 不是吳三貴 這個大賊 長得很英俊的 很多妻妾成群的 後來被人抓了打靶 妾妾個個都留在唐西 當時很多達官貴人都慕名 見這個美的賊婆一開眼睛 聽她以前做賊時怎樣殺人 怎樣走私 我只在聽故事而已 好了 石棠咀的花是很多命徒多虧的 曾經有個有錢人為了她而煲紅豆沙 用銀子的叫貴妹 花生貴 有個人叫貴妹有個嫖客為了追她 用大牛煲熟煲紅豆沙 神經病 後來發生到最後被一個嫖客 將一碗這麼熱辣的魚翅淋在頭上 淋到你的樣子就毀容了 變成了她後來又一落千仗了 她就嫁過三次人 最終都是重蹈封層 一直到年老色衰 留在街頭賣花生貴 所以叫做花生貴 另外一個紅牌的阿菇叫熊文閣 做到六十歲都要龍中庵熱木 劉樂在街頭寫了很多曲牌的折扇 六十歲都能做到 在石狼咀飲客濫歌道人 另外一個叫唐西茲花的鳳仙 她可以懂得說流利的英文 那時候很多拜扒和外國人很欣賞她 但她最後都做了黑衣 流落在銅萊灣一帶 萬景淒涼 這個就是煙花如人生 人生如煙花 說一些小故事給大家 我經常知道很多規矩 進去就真是被人拿光 不拿光拿光你都不用走出來 第二個問題 講完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 現在又講一些正經一點 意大利起訴中國銀行 涉嫌洗黑錢 怎麼看 我這隻冰山一角 不只是中國銀行 外國銀行 每個人都做的 公開的 你做得乾不乾淨 而且這些外國人 裝你的 等你做一輪之後 他們就來就動你 動你又充滿錢又罰錢 又是說這招 自助屈水 我講一段新聞 給年輕人真的要小心 你玩電話 是會令到你的 疹骨神經痛 好像被電擊一樣 很難醫治 低頭軸 大家真的不要 整天撿低頭 真的不要撿低頭 搞手機 希望你們 你前天定定地坐在這裏 我講過很多次 特別強調了 小學生 你有頸椎痛 現在越來越多了 家長真的不要被你搞 不要撿低頭 不要撿低頭 因為它枕骨神經痛是沒得醫的 只能夠透過注射類固醇 或者麻醉劑去消除你的痛楚 但是頭痛經常會復發的 又要重複接受這些療程 希望大家年輕人撿了玩手機的習慣 是沒益的 那又有些新聞 那些學生也是 他的生存為了做功課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 崩潰的 崩潰的 操這個TSA崩潰的 那個評估 減症TSA 這些中國政府就要干涉內政了 因為現在香港我們懷疑 也有間接直接的證據 是有些人坐在一個教育系統裡 是跟你害過那些下一代的 它什麼動機我們還不知道 那你中央政府呢 我們為什麼說支持中央政府呢 要干涉內政就是這樣 這些內政就要干涉了 市民不會反對的 你或者公開給壓力的特區政府 給那些局長 整個政策要他們去執行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就慢慢引進德國 那模式的教育來香港 大家都舒服 那些小孩子又可以成才 是不是呢 是很混蛋的 回歸後啊 我們聽些人說 就說不知道有多少那些出兩份糧的人 留在香港做禍底搞破壞的 是不是 包括你香港這樣的搞教育 連左派經教育都不肯衰的嘛 為什麼設計一套國民教育 自己都不肯相信自己設計那套東西 我兒子都不肯讀的 他叫你讀的嘛 那你就撲塌了 連你自己養那幫人都害你的嘛 你中央政府都要知道才行的 那這個更嚴重 那我都說朋友都政協了 人大呢 政暗加產五屆啦 政協流汗全名下 持有官堂全等非法劏房 哦 劏房床 是啊 那是怎樣吃 Good good point 做政協就可以做劏房王了 那就可以賺錢了 幾好 做那個律師會會長 以前你可不可以說 律師會還嗎 凡是那些人做壞事 當然是諸如人事啦 哈哈哈哈 他懂得灰色地帶嘛 哦 他這叫有才無德的人嘛 我都說他一埋堆說親共搞外國 最專門害港害國就是那些人多的嘛 是吧 大家看吧 怎麽不我們講的報紙馬一埋出來 是希望中央政府你們看得到啦 啊 你的統戰部啊 你不要看他不肯起咯 啊 找人做政協 你不要找些什麽人做政協啊 丟臉共產黨假啦 那些傻子 是不是 你都撈一撈他的底子啊 你弄一整個垃圾回來 你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那些專業人士來的啊 啊 多扒 人家叫你什麽舉手請他啦 不要吃鮑魚他啦 不要在他推薦人做政協啦 你又能否趕上街呢 真的啊 專業反犯人士 那 講一兩段的東西 不是我寫的啊 報回給大家看的 有兩段專欄呢 寫得幾個人的 關於那些鬧劇 就是他們等法叔那些鬧劇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 第一種呢 叫脫口握板 痴痴呆呆 坐埋一台 腹腹腹腹等著法叔 集體離場如意吉祥 神志不清 久仲為禎 一鵝夜鵝 這個講林鄭 一鵝夜鵝 百蜜一疏 人急智障 狗急跳牆 鬼鬼祟祟 欠過共主 行遮塞臣 田少蕭雲 葉柳幽怨 謙謙頭痕 一定死得 哭苦哭忽 食了忽得 狗咬狗骨 機關算盡化為灰盡 無謂賞心 返歸保身 第二套叫江湖板 先生多少位啊 抹開哪條仔啊 總共三十一個啊 自由黨不計 行車坐定定 阿波加阿輝 他們來自江湖 不代表建制 建制就禮二年 全千秋萬世 第三種呢 就叫文學板 這兩個字我都不認識 因為大和大媽 這個好似是 這個僑而已 符啊 符明鏗 符明鏗 不認識就不說了 這幾個字是深的 是曹寂的 震伯 一讀出來你們都不知道說什麼 我們蒼蠅鑑白黑 這些就認識了 柴巧令親疏 柴狼當老渠 渠 但前面那幾個真是很深 但不知道要說什麼的 是不認識就不認識的 我們認識的 馬上告訴你不認識 因為少用的那字 第四個是車公版 楊年的零簽 神莊路彩 繼邊雲 玉佩朱雅 錦此銀 色則是空空是色 觀音陳倩世間人 那這支簽呢 就解釋出來說 金玉其外 敗水其中 不可貪心 就這幫人貪性不知輸 搞得群立腐了 四十票都說 不投要等法叔 你真是旺舊 第五個 結旺陳詞版 簡單 結旺陳詞版 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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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不是拉下去 打那數大彈嗎 我們一直要說一些是開心的 讓香港人聽見開心 二十幾個月來 就開始搞政改 就搞人道歉 你上街又有行 沒開心過 這個星期 中央政府派一些調查員下來 在這幾天 去街頭街尾訪問 那些人看不開 可能不開心 證明這三幾個 狂狗笨賊 猛狠這堆人 都有功勞的 他真是製造了和諧氣氛的 個個得淡笑 明白嗎 好了 自衛祥 整個標題 是蘋果報的李淳欣的專欄作家寫的 他在香港政改 罵了個國際笑話 不少建制派議員在傳媒面前 扔空扔腳 滷灑人錢 建知令人凍容 幾乎噴飯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有建制派議員出現在中聯辦 被记者发现 记者就问他 你是否要跟中联版交代 那人就说中联版没有杂败 累耍人前的议员就说 一夜杂醒几次 想到这次投票令中央失望了 心里特别难过 有投票的建制派议员就说 我收到中联版电话表扬 肯定了我的工作 凡此种种 不是中联版就是中央 大家看到这帮所谓香港议员 拿了香港的公帑 做了香港的民意代表 他心里面只有太上皇 一早把一国两制抛去九宵云外 不是的话 政改方案通不通过 不想香港民主俊成受阻 五百万香港选民失了权利 他只是担心中央失望 因为愚蠢而出事 就走了去中联版 成王成恐 结果中联版没有怪罪 马上就如释重负 就算没有做错事 那个因为中联版 来了电话表扬 还肯定了工作 那么就沾沾自起 这种香港议员 到底知不知道是为哪个服务 哪个是出粮给他的老板 所以香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真是不可以怪中央的 真正破坏一国两制的人 全部在香港 将两制拼命搞到变成一制 就是这些人 如果我是中央政府的话 我何止是失望 简直头痛 到底应该怎么去应酬 这帮破坏一国两制的积极分子 就是这帮人搞破坏 所以大家就要 有什么问题 那大陆的航空母航 你就说只有个体字 那你有没有用的呢 实际上真的 有 那你在菲律宾 在隔离越南 印度佬 你就放在那里做一样OK 放在那里做一样OK的 OK的 他有二三十只机可以上下 但他一出去和别人打就危险了 因为为什么呢 凤是战艦 因为他那些机就不行了 有个机呢 就最厉害的 在航空母航上的机最厉害的是 蘇27那种 他上了个机呢 他机可以从机这样走 他变成了响尾蛇这样的 头这样中前走的嘛 知道吗 譬如在空战来说 你被人追尾 空战一定要追尾 一刀到你尾 你就多数在死 走不动的 但是他过头一摁到响尾蛇 那风速挡了 他由五百多里 五百多六百的速度 就变成了百多的 他挡了嘛 那他就 你第二架飞机 就要过去了 他追了你尾 那一摁到你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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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空战要讲最尾的 但是打海战也是讲最尾的 但是因为 为什么我说他不行呢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赢得过海战的 中国不用打海战的嘛 没有啊 所以没有的 是没有赢得过的 输又有份 在古代都是在中国历史上 输又有份 是没有赢得过的 中国的海战 是没有赢得过的 是吧 对 不需要不打海战 还有现在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别的武器 如果你过不了关的话 你的航母艦 或者你中国这些艦队 是会死人的 你无路可逃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整架战艦 就算你的甲板多厚 什么都没有用 信息战 你会输给人 人家的电子干扰了你嘛 那磁波 一按键 那磁波干扰了你 全部失灵 你了 那些资讯失灵了 零了 你磁波不够强的 现在美国不够俄罗斯强的 你知道吗 中国又不能够美国佬强 又不能够俄罗斯强 又不能够俄罗斯强的 但还有一件事更厉害 他找一种特殊的快艇 或者特殊的潜水快艇 核子潜艇 你能够俄罗斯强的 你都站在那里任打 车艇底下摆一盆车的 逢是南都船都 对不对 最能够俄罗斯强的 那套东西 没得包装的 那套东西 是吧 上次打仗的大猫 又是追尾 兜他的战弹 在屋友逢一炮 那些车艇摆一摆 怎样走 是不是站在那里 你不要拖船 你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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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站在那里住 不能拖滑 明白 所以打仗有很多经验 只要你找口也行 你都不是那科 人家说打仗 你都不忍忌自己 快人不忍救人 不快些船 你都像有人打 你都没有打人 你想想当年的巴加达战役 我们的琴海战役 三百部勇士 在土耳其打 奥图曼帝国 打希腊 那时候 记不记得 那场战役 如果他那些多船 他被希腊 用小船 转打一边 扫平 那些奖 扫平 扫平 那些奖 他这样赢 他这样赢 他不战役 知道吗 打海战是很深奥的学问 你会真的好像看三博士火烧连栏船 几个按钩 是吧 你自己打死 自己打死 所以我们还没赢到海战 蒙古 大帝国 我们当年蒙古 那麽多巴林币 不行的 都过不了日本海的 那些罕咬齿来的 上船就死了 蒙古佬 没得咬 他那些赌国 他对那个海域的能力是强的 所以他说 在明朝我们的倭寇 违获那麽多年 他隔海来咬你 都是等他上了岸 你才可以 我们没赢过海战的 大家反过历史 几千年来 中国还没打过海战 台湾都对付不了红武鬼 是吧 我咬的 那一棵不是我们的棵 一追你就死了 一咬你 那两个 你现在就算你用胸车 你两部车 咬一咬你 或者咬你 那个船舵 就是那个摆态那里 咬你就咬你 你转不是老板 你想怎样搞 在海里转转 咬你 被人打到雲吶了 不行的 我们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不就是做防备武器 可以的 有个航空母艦人 有自己有 但你在那里 声音大大 你就死定了 你是未去到那级数 还有我们那个 我们很多 钢水做不到 我明白 中国 做不到就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就是说自己 弊毁自己的 我们有些弱点要认输的 你现在就算你这些车 我们中国的车 都是用了外国的引擎 还有那个KR box 来装嵌 他做不到那波箱出来的 为什么 你就是做到那样子 一年就烧了 那波箱 现在我们那车 行成十年八年 我自动波都不坏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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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不了关的 但是原料呢 就是中国提供给外国的 那时候才奉行钱 但是我们有些做不到的 没有人两个技术 过不了关的 我说你的指甲剪还没搞定 你竟然搞定那指甲剪 和德国平牌呢 那时候你才可以在新大街 说一点点 韩国的指甲剪 我追不到的 像日本仔 你买一部搅拌机 凡是中国出的搅拌机 那张刀呢 都是甲仔的 最直接的 如果你拿回中国那张刀 那个搅拌机 就一个星期就收工了 就没人糟了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真的 所以我希望自己国家的人 要急起直追 不要骄傲 在世界上没有很久 这个又是技术性问题了 香港的公共WiFi 比大陆更慢 那是技术性 还是人为性的问题呢 当然是 这些是残神 他没有为社会服务 那他没有勾结了电视工商 特意不肯搞呢 为什么要搞 什么要搞呢 就是他 收买了在做董事 议员过来给蒲金 发过文明提 是不是 这些就是老土 就算我们现在中国回深圳 长者坐任何地铁都免费了 香港还要收你钱 是不是老土 两元都要收 第一个问题 那有网友想请教 Dokta 你用什么理念 和小学老师 来保持来往呢 没有理念 我觉得人真的要感恩 我读过六年小学 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香港 旺国劳工子弟学校读书的 我读过国民党学校 德明小学 在哪路成交 一间德明中国附属 在小学我读过 不在合格 肥了老 三年班 就在共产党学校读 他好像是便宜 五鸡东西 五鸡东西 学费 要工会介绍 那时候 不知道我小伯 那些什么警察 要工会 介绍到五元学费 但当年 可以和大家说 所有勞工子弟 学校的老师 真是很有外国精神 还有很多都是世家子弟 他真是希望 为了中国人的下一代 是去衍生教育工作的 所以当年 我们会常常知道 我们家境环境不好 他们放学会来家访 是真是真诚的关心你的 所以我们读完书之后 我三年班 我的小学老师教我 教到四年班 四年班 就换了第二个老师 在廬下 周健兴做校长 广告奴公子 所以那时候 我读共产党学校 所以我识上 那些人民公社歌的 团结就是力量 我这个也识上 所以这些人讲 根正苗红 当然不能够 阿sir很厉害 但你不可以说 为了我们理性的 你不可以说 我共产学校 培养我出来 读到小学毕业 我不可以指鹿为马 我欠你共产党的感情 在学校我才能读到 识得两个字 但我们是尊敬我个老师的 那种精神 所以变成我离开社会工作 我们连续要保持联络的 各时各自 送些礼去 有空去探探他 吃餐饭 我们很长程 所以就来往了 我1960年毕业 一眨眼眼都很多年了 五十几年 六十几年 五十几年 还在 死了了 早几年 所以阿庄小姐就跟我去灵堂 我老师过身 她说是否搞错 几十年 还有来往 我知没有来往 一日为私 终身为私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对不对 以前是 不同意监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但我们觉得做人是开心的 人有一种人性 还有给年轻人看到 人间总有情的 不是那么无情的 世界 要与身作责 所以庄小姐她都感动的 郭先生就是这么长程 我不是长程 她教过你的小学老师 你做事做事 难道没有你送些东西去 她过不了日呢 你要制造世间更多温情 所以人间总有情 是吧 你要用一个人间总有情的概念 对你身边的人 能够做得到的 你做一点 那世界就好一点了 你不要说到我们菩提心不深奥 那些是非常深奥的境界 有没有人答到 有些人抄到 上网抄到 上网抄到 是有这个 伤身法 不是伤修身 伤身法 伤身法 它又是说修伤身法 修伤身法 是 这个正常是不能说的 但我可以说一些理论上的源流 后期有些人就在西藏那边 在西藏那边说 因为当年释迦牟尼佛 很多弟子跟着他 他到处去说法 去到有一个小的国王 就是印度很多国仔的 那些土皇帝 很尊敬佛祖的 但是这个国王仔 一百多个宫女 又胡苏勒勒 又吃得 又猪羊 又牛肉 又羊肉 什么叉他都吃的 又喝酒的 佛祖就接受他的供养 他对佛祖非常尊敬 佛祖就说 喂 你今世认识我 不如你收一下道 是吧 他说sir 什么都搞得 你要多多钱 我都可以 给你地理起表 什么都可以 你这些地理千万不要搞 收盒 学你那群徒弟 那羊羊羊 过五笔吃 你怎么整个蓝山 跟着你走走走走 他说没人搞我 多谢你千万不要搞 他说不是 你也有根器的 你都可以成道 你别人碰我 佛祖 我又女人 一天一天 没有三条女孩 我都病了 他说不吵你 不吵你 佛祖就说 不是的 你经过做 我都可以成道 他说不吵你 不是吧 他传了一个是法门给他的 他是收除玉子冠的方法 好了 搞了之后 你这样收法 就回到自己的精舍 阿难尊者就发难咋了 为什么不教我 你什么师傅 为什么不教我 他说师傅 他说师傅 我们过来过来 你们疲惊不受 又没有女人 又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不教我 搞这样的东西 他不是那么顺 就是不公平 你明白吗 那是 他有得搞我 我没得搞 他说不是 你们不能搞那一科 就是说 你那个根器 不能用这个方法入手 是他才可以 如果你们一搞 你们就不行 所以就是因为一种人 他的天性 就是等于现在我们有个 紀曉兰 哇 皇帝叫做事 一开门 他那晚没有女人 就爆了 那些皮肤 那么扑街 那些火这么猛 所以他一定就要 刚才我们去台湾 有个姓扑的元老 过了一身 他人八十多岁 一晚都要找三个女人 你怎么搞 八十多岁 这一个就是我们在佛经里 有讲的 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一个方便的法目 就是说你都不要堕下去 希望都给一个特别法目 你都可以收到 但是在印度就有另类了 在一个圣力儒家学派那里 外经类堂那些 不是 不是 在一个圣力儒家学派那里 开了一套出来 又是因为他那时候天气热 那些人常常很喜欢 那些男女的关系 在热大地方吃辣椒 又吃又喝酒 变成是没有喝酒 男女都是需要的 那去到某一个阶段 他有一种法文 是比较秘密的 他就说 所以大家看印度庙 它西藏那种 其实是印度的墨宗 是秘密的法门 是印度全改 是儒家派的墨布法 所以你见印度庙 有这两个公仔男女 做爱的样子 我们都曾经提过 就是这个代表 制造生命过程是神圣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庙外面 这个男女性爱行为的样子 你有一个污蔑的心来看 你不可以入庙的 因为你这个人是污染了 你都看不到这个就是大宇宙 延续人类生命过程 是一个过程来的 生命出世过程 制造生命的过程 本身就是神圣的 你看到这个性爱行为的像 而你有个淫念的话 你不可以入庙 你的心污染了 为什么基于这个理论 特别在《真言理趣经》那里 就不够不整 《深经》也有讲的 就不够不整 这个世界是没有干净 没有骗骗的 是你自己的心骗骗的 你看这个世界骗骗的 好了 它竟然间 因为有些人的天生问题 有些特别恩怨的 它很难找个对手的 即是你要两个人清静去做爱 没有世俗的淫念 现在几年多年 这个人搞得不清楚 有没有水磅呢 有没有沉口送呢 多少钱都赔算了 很多利害关系的 这种人是收不到双生法的 他说变了多年 这些男人 这种女人是最难找的 在这个秘密部那里 是属于找个凶行女 在世间 如果你找普通女人 是很难找的 讲个秘密带给大家听 通常呢 在我们人世间的性外 是男人射精给女人的嘛 对吗 但在我们这个双生法 是调转去射东西给你的 你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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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小孩 这个不能说了 这个比较秘密 很多人呢 在世间 你万宗都找不到个这样的女人 当年我们在古代的大修行人 他有这个机缘自己知道 他周围找这种凶行女 这种凶行母 成就个自己 有成就个女人的 但很难找的 有些找不到又怎样呢 他就要叫个天女来 叫个凶行母来 晚上睡觉 在梦中和她做爱 哇 那件事大件事了 你叫来那种凶行母的天女 很小气的 你一叫来 搞你脱不了那一套生 你千万不要在世间找这些女人 不是你真是命都没人 所以就没有人 没有人敢 没有人敢搞这套东西的 但在世间 你很难找到一个女人 是可以搞到这套伤身法的 因为它为什么呢 我们世俗人 比如说你嫁一个老公 或者娶一个老婆 世间的夫妻 是一个很低层次的结合来的 是情欲的结合来的 是很低层次的 但这种伤身法的伴侣呢 是超脱了世间的 很粗糙的嘛 世间做的 你想想生水生汗又要冲涼又要整几个晚饭 是不是 那你游到 宽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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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粗糙的 等于你现在在看动物一样的 是很低层次的情欲来的 它不同 你遇到一个女人 可以搞到这套伤身法呢 是难过众乐采 你想发达二个 因为你要两个人都有这个心境 一个人有没有用的 它不相应到的 因为它要搞到整个天地合一 六合一的嘛 比较深入学习 非常深入 还有它是有神性感的 这个就是大自然的 本来的大的Karma运作 是制造生命的过程 好了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它是游在我们有四个渠道 走入宇宙背后的嘛 第一 在那个meditation 我看回我生命的背后 有一个渠道 由meditation入手 第二 在梦中入手 找回前身的file 过去的事情 生命的背后是怎样 第三 在死亡的时候入手 即是临到死了 未出世之前 在那里可以入手 唯有方法 因为你死亡 涉及生命的过程 就找回你前身生命背后是什么 你死亡的时候 你还原着 在死亡的时候 第四 就在男女性爱那里入手 因为它男女性爱 涉及制造生命过程 涉及生命的关系 你可以从那里入手 去找回生命的秘密 但一个很深奥的学问 不是说你后世的人 搞了这些咸咸咸咸咸咸的 但一般人不可以搞的 你没有对手 难过中立彩 你没有对手 那套学问 那套学问 是很深很深的 很大福气的人才撞到 还有你最惨的 如果你撞到对手 你以为是 陷阱找不到背后 就找到落地了 天天去搏东西 找个女儿 那你就扑街了 你明白吗 所以就不是立彩去收这些东西 是比较深奥的学问 所以要讲清楚给大家 就是一种常识 但整个过程 要有很传承的法本的 你要搞到生出生寒 别人搞了 连公企也有一个 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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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搞到这样 所以 那你又说你这么多女朋友 我那些除了 我那些是 我那些水流花 没有钱 你有钱过也有的 就算你大猫有钱 也有很多男朋友 对不对 有钱实多 现在你真的在南桂坊 蹲在这里 没有气 招惊 请我拖 这个拖牙 有多少个小孩 跟你说 hello 对不对 你在这些低层次的繁华世界 就很多人飞过来的 现在你就要看那个政坛 也是 扔这些江湖地位 扔两个前出街的 打拌头 出卖战友 过来的 两个兄弟都集合 就是在那里 是吧 是 天使兄弟 你听不就很臭怪 简单 一人性是很低劣的 现在我们自己都低劣 我不是姓人 不过我 畜姓日凡 有姓人都不肯做 不肯搞 不好玩的 上天堂 我说 对你做那些不男不女的天使 你都不知道男定女 你又知道他不知道男定女 我未肯分到男定女 有种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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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好 说完这些之后 刚才其实都说过少少了 这个瑜伽的问题 就是瑜伽学说 不是印度瑜伽 这个汉武帝獨尊瑜述 那为什么中国到后面 那么重视瑜述呢 我们算到今时今日 世界最长的皇朝稳定 暂时都是美国 二百多年 但中国长很多 但中国由他一罢贬百家 讀瑜伽之后 他在汉朝四百多年 汉堂那些随便的学说 就说王朝加上瑜伽的学说 是带来给政治的稳定 是有历史存在四百多年 还没有人超过这个制度 他的理由为什么呢 第一他敬天 敬天地 敬伟天地 军臣有罪 长老有罪 扶持之后 推送军臣之间的礼节 就是有礼节 守秩序 社会便稳定 没有大没有小 所以日本都稳定 你看到日本帮会 那个礼貌 你都看到的 大小分明的 没有过界的 对不对 在公司都是的 带来个社会 大家有那个秩序 这个就是瑜伽最大的武器 每个都遵守这个礼节的游戏规则 那社会便稳定了 没有那么多砸马 没有那么多要求 又平等又有权又民主 总理又小又大又大 你站这个位置就站这个位置 就不要乱这么站位 就算你看到帮会文化 他都很重视这个秩序 到你站吗 都没得到你 你就只要牙牙住的位置 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带来了给社会稳定的 这套游戏 为了皇帝 如果找到一套程式 是令到皇权稳定 他便用了 所以他任任皇帝都尊敬孔夫子那套 所以他可以享受到清朝 由宋朝开始 八九十年 最权力巅峰就是宋朝封了它 一代一代 世代妄替 到元朝 明朝 清朝都是尊敬他们的家族 就是重点在于维稳 维稳 你说现在就算你现在 你说那些人说孔夫子 尊敬孔夫子 没有人反对的 有没有几个人说 没人反对的 你搞什么都没有人反对 他本身是中国 都是个圣人 想外国都尊敬孔夫子 他们承认了 在外国 这个事实 当然他没有收解脱度 他的智慧观察力是不够的 帝王 但在民间用到 他可以自家齐国 平衡下 至少社会都稳定 有守则人 跟我们佛家是有差的 他没有叫你看生命的来去 他冤之生 不知生 冤之死 怪力乱藤 怪力乱藤 怪力乱藤是不讲的 怪力乱神是不讲的 不讲的 存而不论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所以他们是在现世间的问题 但杜家呢 他进一步了 杜家呢 他是超世 但他出不了世的 他要收个息生 但他又有些老子啊 庄主的精神 但多数拿不到功名的人 就收到的 所以你看中国人 如果画个人站在那里 头戴官 就是代表你追求功名 儒家 追求不到呢 伸穿道袍 那就收到了 收到也不行 看我一只脚 就脚踏和尚鞋 那就出家了 那就搞定 那就代表中国的余晰度三角 就是一直移动 他们一直移动 最初是豪情汉智 是吧 又希望十年枪下 为哪一方 但个人我贪污的嘛 我都在做个人 那里弹在我嘛 官场一失业 他就收到 一就学医 因为 多数官场不行 的人学医是比较快的 因为他读的书呢 涉及很多阴阳风水 学说 和医学有关系的 他是识词的 要不然看不到医书的嘛 所以那些败坏书身 多数都做医生 那又和自己辩护了 哎呀 不为良相 辩为良医 那又有个口号做出来 不如滞世嘛 跟着再不做呢 那就做道士 收到 是不是 弹青膏 不为五斗 有美折腰 这样 再不成功的 都不成功的 那就出家做和尚 是不是 还很兇 他 当年佛教的和尚 可以不霸拜 看到皇帝都不需要拜 那时候在中国 有些特别规矩的 差不多了吧 是啊 问题都问完了 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暂时没有了 那我们捉这帮建制派都好运 也都希望真的祝福 习近平先生呢 就靠这个事件呢 是带来给了香港人很多欢乐的 因为有人欺负 这个世界就有笑话了 好 爽了呢 你就扎棍扎小一点 这帮的茂里呢 他是牺牲了自己做小丑 令到香港人的怨气是疏道了的 那如果政改过不了了 就摆在那里了 过不了了 你的河巴有没有多到呢 过不了了 你会算数 就算数 但是最大事就是年轻人 有些是抓去坐牢 有些是被人在通室中 有些是在秋后算账 那有些中央政府的 有量度的 你就没有人搞秋后算账 登登记了名字 汪玲啊他 是不是 我们国家呢 还是发展中的 中国是落后很穷的 那最好呢 就是有机会呢 那些议员呢 就没有粮出最好了 不肯使出粮的人出来 就是希望明年选举 多些有能力出来选举 说明那份人工呢 捐了去给公益金 或一捐去东华三公 我们真是百分之百支持 就是那些真是厉害人出来嘛 不是说靠利用那身份 就是兜兜兜兜兜 那香港呢 就去混合了 就算你出了 以后选特首 那中央政府真的要派两个政治顾问 帮着那些特首 因为香港没有人才 那我们说提倡那些 要给高院大法官做特首 又好些的 他没有那么多社会的关系嘛 没有那么多藤乱乱乱 到处去打工坐入嘛 但是很肉酸 你看到那些人 好吗 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待 星期美点 星期美点很正的 这一次 有什么美女 不是啊 我选了很多旧歌 是啊 又拉怡虎 又有怡虎 又有怡虎 你深沉啊 杨雪啊 是啊 還有一段东西 就是挺好的 梅兰芳 梅兰芳要介绍的 我们宣传一个中国的文化 大家梅兰芳就听得多了 是啊 究竟梅兰芳怎样威呢 就是人一人一人文字 他在930年 在美国竟是两个大学 硬要给博少学位 是啊 不要不行 搞到军动 美国人当年在军动 大家可以去看 你都看到他的风采 他一耍那个就舞 哇 男人整个女人 你怎么搞 好油 尤其是武剑 还出名 是啊 他那个八王别姬 武剑 后期他 他就娶了孟小冬 因为中国是两大名家 梅兰芳是很古怪的 这一对印缘 有机会才说 梅兰芳就是男伴女出名 就做蛋 孟小冬做蘇生出名的 红霸了中国的劇团 两个结婚 结婚之后就离开了 最后是孟小冬是嫁给杜月珊的 孟小冬跟了杜月珊的另一个是掌顾 是 大家可以欣赏星期花睡 不要走保 好 下个星期继续 下个星期继续 说了多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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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麻烦 一点 很酷 用ок 消停 蜁 雪